今天开始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性命攸关 宣导一些事情 就是我昨天 应该是今年一整年 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昨天晚上大概只有个几度 十八度 十度以内 反正我觉得体感温度0 真是快冷死了 然后再前庭提要一下 我们去年有整修了我们的厨房 把我们家里的热水器换新的 自从换人的热水器之后 一整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没热水过 突然洗头洗到一半没热水 新的热水器稳定性之高 从来没有发现这种事情 是微电脑那种 出来40度就40度 稍微一点水过去 它就我要点燃了 之类的 完全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之前日夜问差比较大的时候 它也能维持它的温温度的稳定 它就在等昨天你知道吗 这个模范声 它就在那边演了一整年 它就在等昨天 它的理论就是热水器都是很卑鄙 没错 我再次证实了 热水器真他妈的都是一群小人 它在那边演了一整年的好同学 乖宝宝 就在等昨天 这个全年最冷的那一天 给你一个致命一集 就在我洗头 然后整个盘头都泡泡泡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它的温度 就直接归零 以前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它蹭一下下 我就感觉到它就突然就是 启动你知道吗 它那个血液 血液的血液之心 忍不住了 感受到一股冷冷的杀意 原本是热水然后很大 突然缩掉 水量突然变小 还在观察你洗到哪里 然后再喷出来就是冷水 但那个瞬间 我就觉得说不可能吧 不可能今年一整年 就昨天最冷 这次巧合吗 这不可能是巧合吧 他就是故意在搞我吧 昨天那个头洗下来 就真的是心脏骤停 好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一开始要提醒大家 血液的见证 无论你热水气表现得 多乖 多优良 多优秀 他内心都一样 打不黑 本子都一样 他们都在折服 他们在折服 他们绝对会在 你最脆弱的时候出来 捅你一刀 千万不能相信 他们就像夜神月一样 他们忍到最后一刻 千万不能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